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日本队 国宇将提前锁定混双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与日本队组合渡边永大 东野有杀的半决赛 是王毅律和黄东平的复仇之战 年初的全英公开赛混双决赛 王毅律和黄东平正式输给了这对日本组合 与首座全英赛冠军奖杯再次擦肩而过 黄东平曾表示 全英赛决赛的失利对自己打击很大 也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和日本组合再打一场 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杀在上个奥运周期逐渐成长 但始终难以越过雅思组合 黄牙组合这两道难关 但在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次对决中 他们便战胜了王毅律和黄东平 转战亚锦赛 王毅律和黄东平在半决赛中再次遭遇渡边永大 东野有杀 两队组合目前状态都很不错 是日本组合拿下两连胜 还是中国组合完美复仇 成为了所有球迷的期待 首局比赛 王毅律和黄东平进入状态很快 王毅律多次正手进攻得手 日本队东野有杀失误较多 黄牙组合以11比7领先进入技术暂停 随后 日本队的渡边永大和东野有杀主动加强进攻 黄东平再往前多次为王毅律创造进攻良机 两人以21比12先下一城 第二局比赛 日本组合慢慢找到了手感 和王毅律和黄东平形成了激烈的多拍较量 比分上以11比9领先中国队 暂停之后 双方在前半场展开速度对决 在封网 挡网环节 精彩球不断 最后阶段 日本队东野有杀和渡边永大多次挽救赛点 最终 王毅律和黄东平抓住机会 艰难以24比22拿下比赛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刚好是黄东平生日 祝他生日快乐 随着黄牙组合拿下胜利 国语两队组合成功会师混双决赛 提前包揽冠亚军 即将到来的决赛 中国队的郑思维和黄亚琼 王毅律和黄东平 必将上演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这一次 谁能笑到最后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